我發現我每次回南部的時候 都好忙 這是什麼東西? 感覺水溫掉了 這一個是水箱 這是多大的水箱? 這個好像快70吧 快70喔 感應器 這一個是要幹嘛的? 感應器啊 它會浮乎對不對? 原來水的感應是靠這一個喔? 酸緊 問一下那個老丈人 這酸緊的時候這個水會不會跑出來? 再用一個塑膠墊片 然後符合它的孔位 有符合嗎? 差一點點 哇這怎麼辦? 再弄一下吧 欸為什麼這次 褲子都差一點 喔原來是這樣喔 原來要轉喔 人家這個是孔位是剛剛好的 結果有人說它不會對 你看 這孔位是 它一定按照這個孔位下去鑽孔的阿 有沒有 那這一個要幹嘛的? 要接線喔 接什麼線? 接電阿 這是接電的嗎? 對啊 因為我有一個水位錶阿 接水位錶錶錶在哪裡? 來我們今天要拍一下齁 水箱如何自己回去DIY 你不行齁? 但是我跟你說 其實很簡單 最難的是這一個東西 大家一定不會燒 除非你今天會用鐵 你看這個燒焊 你要懂得這個燒焊技術 那如果今天你不懂得這個燒焊技術 你只要懂得組裝技術就好 就是你請人家幫你做一個像這樣的水箱 水箱的做法齁其實很簡單 預留的孔齁 跟各位講只要三個孔就好了 為什麼只要三個孔就好了 嗯 那有飛虛孔嗎? 對 像這個 這個放在外面阿 放在車內阿 嗯 我不會接啦 像這個 這個是放車內的喔 這有兩條線 然後就是接這個線 有沒有看到 反正就是接這個水位錶之後 它這裡就有你的 有沒有 E跟FE 就好像我們加油一樣 但是這邊寫一個Water 它是水位錶 那水位錶的原理就是靠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東西 有沒有 水它就會浮上來 浮上來 浮上來 然後傳感給這一個線之後 再來給它 齁 那 各位可以請那個齁 專門幫你焊白鐵箱的人齁 去 路途 對 這是它的說明書 那我是說 一直這個水箱 老闆娘這個水箱到底要怎麼開孔 開孔 嗯 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感應器的孔 一定要開在最上面喔 齁 然後 它的孔大小就是要跟這個一樣 來 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就是你的深度 齁 如果你這 你總共能做一個30公分的深度 對 如果 如果你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下面的時候是沒有感應到 齁 所以 當你要做水箱的時候 你要請人家做水箱之後 你要先去買這一個東西 這個叫什麼 感應器 水位的感應器 那感應器之後 你再跟它講說 你的水箱 要做多大 齁 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 那如果萬一沒有這個的時候怎麼辦 沒有這個 沒有感應器的時候齁 來 來 跟各位講一下 你這邊去做一個 透明管 這邊接一個管子出來 這邊接一個透明管 這個透明管就可以看水位了 那你是每次都要蹲下車底 你要蹲下車底 那 以現有的 的 車底水箱 我們不建議做這樣的東西 因為太麻煩 除非你這個水箱 坐在哪裡 坐在車內 坐在車內就OK了 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齁 這裡 那好 再來 這是上面這個孔齁 那來問你 這個孔要幹嘛 透氣孔 對 來喔 我是不會坐而已好不好 透氣孔為什麼要坐在上面 透氣孔到上面 好不好就出來啊 對 如果你坐在下面的時候 就會溢出來 這是很簡單 我好像在問那個小朋友 但是有些人不曉得 做一個透氣孔坐在這邊 你打開之後 水是不是就會流出來 有些人他透氣孔會做一個什麼 或做一個開關 對 他會把它關起來 當你水加滿之後 你把它關起來 他水絕對都不會溢出來 我忘記了 你如果透氣孔 忘記了會造成怎樣 真空效應 第一個 你在出水的時候 會有真空效應 真空效應會收縮 那如果說你在灌水的時候 你透氣孔沒有打開 它就會膨脹 可能水箱會有爆開的余率 會有爆開的余率 它會從哪邊爆 從你的焊點裡面去爆開 一定是從你的焊點 那如果說你的焊點很強的時候 它就是從這邊去爆開了 真的有人這樣 我有看過 因為露營車的改裝 開始蓬勃發展之後 會造成很多人 他們進來這裡 他們沒有一些 基本的使用姿勢 這不是常識喔 這是知識 因為對某些人來講 是常識 但是對一般的消費者使用大眾 他是屬於知識 所以我覺得這些知識 是我們應該要告知消費者 那你可以跟廠家講說 我不要透氣孔 什麼我不要透氣孔 不是啦 我透氣孔 我不要關掉 我不要有開關 不要有開關的透氣孔 我建議各位 就這樣子讓他透氣這樣就好了 第一個可以省掉開關的錢 省掉一些成本 那再來就是這個 這兩個是幹嘛的 來 進水孔和出水孔 那這一個一定是 進水孔 由上往下 進水孔也可以坐在這邊 統統可以上下 因為你坐在這邊的時候 只要你水孔往上拉就好了 比如說你這樣子對不對 進 那遇到這邊滿水會 他是不會出來 你這個水管只要 拉出來之後往上 對不對 他就ok的 所以坐在這邊是可以 只要你這個水管 再拉高一點點就好 也是一個方式嘛 因為你就這樣子拉 然後稍微再拉高一點點 那因為進水孔我們可以關掉 對啊 所以他水 進出水都可以 進出水都可以關掉 所以他這個水是不會溢出來的 那再來就是這一個 出水孔為什麼要坐在下面 那盤水 欸 水往低處流 對 因為 除了加壓馬達讓他出來之外 萬一你這個水箱要把水卸掉的時候怎麼辦 你只要做一個 像類似水龍頭的開關 或者是一個左右橫向的開關 他就可以把水整個弄出來 那好 再問一下老闆娘 為什麼現在水箱越來越貴 因為鐵漲價 對 現在所有的物價都在漲 我買完之後 這一批買完又漲價 又漲價 又漲價了 這已經是第二次漲價了 一直漲 定完之後說不好意思 下次又要漲一點 我說蛤 不是再漲過嗎 他說另外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不是公過 最主要是原物料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所有的東西都一直漲一直漲 那你給人家做這樣的一個水箱要多少錢 嗯 這個 現在報價是多少 我們依我目前所知道的 像萊蒙的水箱我們之前那一個塑膠水箱 就做一做就要2萬8了 那還有一些有4萬的有3萬的 最便宜最便宜的是應該是那個萊蒙那一個 2萬8 真的嗎 那我哥抓太便宜了 你們裝水箱多少錢 5萬 不過我建議各位 裝水箱就是還是可以買回去自己裝 對啊 對你可以 如果你有些人想要這樣自己DIY的人 那你的材料取得 你不曉得怎麼取得 就是由我們來幫你 因為說真的 大叔那時候本來要成立一個所謂的DIY工房 但是礙於目前沒有一個廠家願意 配合我們去做所謂的DIY工房 那未來我們這個地方這個場所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要開始來慢慢實現 一步一步的實現 我們會去開發許多的套件 然後來交 我們要開發套件給大家容易取得吧 對我們開發套件 第一個讓各位可以取得 那如果說 時間允許的時候 我們希望老闆娘可以開課 然後 我開課 當然是老闆娘開課啊 但是礙於場地的關係 我們只能在屏東這邊交各位而已 對但是我們的 一定是老丈人交啦 對因為畢竟大叔已經 這個事情已經講過了 然後本來是要找台北的廠家幫忙協助 那因為好像太忙了 也沒辦法做了 對所以我們這邊真的比較閒一點 阿姨在旁邊說 閒個密啦閒 有人在那邊抗議了 他說 他沒有閒耶 6點多就起來做了 6點多就起來做了 你以為沒有換過 他都一個人做耶 那不是閒耶 我們這邊不是很閒 我們這邊可以抽空出來 來辦一個開課的課程 那我希望說未來的一個課程是怎麼樣 像譬如說車底水箱的安裝 如果你買了水箱 然後教你怎麼做 我跟你講這個有一個好處 做回去的人他就自己會維修 你想想看 早期我們那一個萊蒙水箱在裝的時候 你說車子不能頂起來 他們家有頂高機嗎 沒有 就是那個老失物趴在地上裡面做出來的 DIY的能力就是要這樣去克服 不是所有的東西說 我家要頂高機我才可以做 我要怎麼樣才可以做 你要去克服 因為你想要DIY的人 你就要想辦法去克服 那還有一個就是譬如說 我們有整個模組化的櫥櫃 像水槽之類的 我們都希望說 只要你能夠畫出設計圖 那做完之後 我們是希望能夠來做組裝 OK 好 我們今天的水箱 介紹就到此 希望大家都可以DIY 來最省錢的方式 來完成你的個人的夢想 就是你自己去看 你能夠在家裡 這個樣子 就是你去看 你的海外 你會不會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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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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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